近年兩岸三地電視台舉辦的歌唱比賽 都吸引了不少想成為歌手的人參加 而來自廣州本來是道路收費員的鄺瑞克 在2009年因為參加第一屆 亞洲星光大道得到亞軍而入行 在公司的著力栽培之下 短短時間內鄺瑞克已經成立國際歌迷會 香港樂壇似乎多了一火耀眼新星誕生 有我難過 對你付出了這麼多 你卻沒有感動過 歡迎阿赫 Hello 微博天下的朋友 你好 我是鄺瑞克 真是猜不到 唱歌也可以 原來做主持也只是介紹給我們 不如這樣吧 你訪問我們兩個吧 不要啦 當然是你訪問我吧 鄺瑞克 正音應該是鄺瑞克 但是一直以來 從星光到現在 大家一叫你就是鄺瑞克 瑞克 瑞克 其實你介意不介意別人 讀歪了你的名字嗎 不介意的 也是一個稱呼而已 可以叫我黑仔 或者瑞克 不要鄺也行 還有 黑哥 是不是呀 黑哥 你好 不過我想知道 原來我見了Auntie很多次 我現在才知道她是音樂世家 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真的不知道Auntie原來唱歌 原來你秘密見家長 吃飯而已 其實我媽媽以前登台 都是唱歌的 那時候唱鄧瑞克 我爺爺是指揮家兼作曲家 媽媽是唱女中音的 爸爸是吹小浩 從小到大都受到家裡 這個音樂世家的分圖 自小就很喜歡唱歌和音樂 其實為何當初會參加我們的 阿周星光大道 其實當時很想去台灣的星光大道 我也是 你又恨嗎 我也是 你也是嗎 是 因為有一些簽證的問題 剛好那期阿士又舉辦了 亞洲星光大道 我媽媽看到有個廣告 然後幫我報名 自此就來了亞洲電視 這個真的是命運 台灣你很願意參加 誰知道那時候我們引入了台灣的節目 然後你又不用那麼長遠的水路 去台灣 其實你參加這個 阿周星光大道 拿了這個亞軍 覺得值不值嗎 對 我覺得不值 其實有時候我都不敢問他們的問題 對 你的世界很滿意 可以拿第二名 身邊有很多朋友覺得 是 替我不值 對 是 我也是第一個舉手的 因為我覺得 抗上一那晚 其實我也見證著你得獎 我覺得阿黑那晚真的唱得很好 謝謝 謝謝 所以其實我也有點替你不值 0.1吧 不過我們這些事情過去了 過去了 就有過去了 對 我們看前面 對 其實當你完了這個亞洲星光大道 拿了第二名之後 其實你那一刻 有沒有自己去想一下 究竟應該這條路是怎樣走的 會不會覺得 有一下很迷失的感覺 都有的 比賽完結 拿了第二名 跟自己說究竟是否繼續唱下去 既然自己有機會進入了娛樂圈 所以很想自己試試 究竟自己合不合作藝人 但是那時候我記得你參賽的時候 就是做道路收費員 那時候你跟我說 哇 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唱歌 唱到被人罵 其實為甚麼 我沒有詳細 因為那時候做道路收費員 真的很黑板的一份工作 我們要上夜班 夜難人靜 夜晚 唯有是唱歌去娛樂自己 有一次真的唱得太過投入 很大聲 你吵醒了 吵醒了頭 然後就過來罵我 是 是 真可憐 但是罵而已 我相信你在收費的時候 唱歌應該有很多人稱讚過你 也有的 但是同事都說不唱歌 真的浪費了 浪費了 那到你猶豫了 你也是迷失完之後 到你現在準備籌備你的大碟 其實整個過程裡面 你會否享受到這個去做碟的過程 都很享受 因為 因為 都要很感謝 肥媽 在 一個這麼不理想的唱片環境之下 還敢去投資在我身上 然後這件事是 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鼓勵 謝謝 謝謝 除了媽媽很支持你之外 當中會不會有很多難處在裡面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 阿克在籌備新碟方面 以及新碟究竟何時出發的話 記得留意明天的微播天下 每年有不少新人 增相加入香港樂壇 但是能夠留下發光發亮的 就寥寥可數 接下來 鄺瑞克將會推出她的個人專輯 究竟她能否以她的歌聲 留住人心呢 大家很快就會有答案 再次歡迎鄺瑞克 鄺瑞克 對了 來到微播天下 我立刻要拿手機出來 我們說明是微播天下 全部都關於網上 你知道嗎 當你來做我們的嘉賓訪問的時候 很多人都立刻說 幫我問她的問題 有… 不如我讀出來 要問問你出唱片的事 甚麼時候出唱片 甚麼時候有發布會 會否有迷你演唱片 麻煩你車一搭 我的新唱片 會在今年的暑假 跟大家見面 以前的新唱片 裡面有六首不同風格的慢歌 都很幸運地 請了三位很有份量的製作人 去幫我製作這首歌曲 為甚麼都是慢歌 因為想說… 自己比較拿手的就是慢歌 我想說第一首歌曲 讓觀眾多給自己拿手的東西 讓觀眾看 絕對是這個需要 還有很多時候我覺得 這是比較穩陣的做法 很多歌手 其實第一步 當然要拿自己最拿手的東西出來 黑唱慢歌 這個絕對是大家認同的 不,但我看她的升級舞蹈 她跳舞還不錯 是這些逐步逐步來的 要在第二隻碟裡 對,有長遠的軟件 有長遠的軟件 短,太短了 我想,其實你說的那隻碟 有六首歌曲 第一個主打歌曲是哪一首呢 第一個主打歌曲是現在正在拍台 叫做《十年美晚》 我相信這首歌曲會很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為甚麼 因為那首歌比較… 我覺得香港人比較喜歡 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容易上口 對,比較商業一點 對,所以這首歌曲會… 大家都會喜歡 一定會喜歡 十年美晚 而且我知道在網上 你首歌一出 已經的點擊率很厲害 而且有很多人欣賞 我在網上看到 說你有排行榜,升得很快 不過要感謝大家的支持 真的不錯,這是一個好消息 我以為你知道 我不知道 其實你現在的碟子是否全部錄下了 全部錄下了 那裡面其實你最喜歡哪一首歌曲 其實我裡面首首都很喜歡 如果真的要說特別喜歡的 就是張家添老師寫給我那首 叫做《雪山》 還有吳角鏡老師寫給我那首《真面目》 是不是每一首歌曲都已經拍了MV MV其實現在正在拍攝 拍攝 還叫做… 會不會六首都拍攝了 是嗎 希望吧 因為其實也是這次 很感謝公司的 公司幫我拍幾首MV 因為我之前為何會這樣問 其實我在公司看到 阿克就是拍攝這首MV的情況 而且那天我看到 她的妝容有點繃繃的 是否這個比較特別去做一個這樣的印象 是這個是造型師想我配合一首歌 給觀眾一種比較不同的唱片 挺新鮮的 所以我覺得觀眾一定要留意這個MV 而且在微博上也有很多你的粉絲 說其實要問問你,你有否掛著他們 超掛… 每次都沒有黑刀掛 經常會上論壇 阿彌幫我回覆他們 有甚麼表示才可以 他們說叫你做愛的手勢 那他們想要甚麼表示 愛的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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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很想代表星光家族 去年底的頒獎禮上 幫星光家族爭光、生氣 就是很想… 對,這是我的期望 我的銀包也放了8、20元 買你的碟了 我也很想你 非常之好 在這裡我們預祝阿克的大碟 就是大賣 好嗎 還有可以廣立很多很多粉絲 繼續支持你這麼可愛的曠瑞 好,謝謝阿克 謝謝… 謝謝阿克 再見 再見